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就跟大家晚上在街逛逛逛 這段片亦都是網友幫我拍的 晚上出街做事買東西順便在街逛逛逛逛給我看 在這裏也要多謝這位網友提供網絡人 現在來講其實你想在網路旁邊拍也不一樣 因為開始有一個叫防疫措施 如果違反了防疫措施 你到處走或跨區被警察分斷了的話 你基本上可能要給他做檢控 檢控不是即時罰錢的 是要你上到法院那裏這樣玩的 可能會罰你240天的罰金 甚至乎亦都是可以判你坐兩年的 所以這個部分現在就很難我自己親自拍到很多片給你 現在就是唯有網友給片 那這裏是關口來的 那見到這裏都是所謂的風控區 現在澳門是多了好多的風控區在這裏 特別是你說黑沙環又汗那區 是特別之多的 已經叫做重災區 那麼看到了 街那裏晚上是沒啥車的 如果你說早上也是沒啥人 但是下午反而人流量又會再多一點 因為可能早上人看到這條街好像不多警察在這裏 那沒啥警察在這裏的話 他們就變了覺得出街都應該是沒問題 那這裏信託啦 那那些店鋪如果你不是做食的 超市或者是一些民生必要用品 好像街市啊菜檔那樣 你都是沒得開店的 當然診所都可以開啦 其實如果不跟你說現在是8點的話 可能你會以為是晚上12點啦 因為我自己呢 就算是晚上12點在街那裏走啦 就是在這區那裏走呢 都不會去到那麽靜 因為以前晚上12點那時呢 那條街都很多車的 因為那時候 賭業還是多蓬勃啦 你還有很多那些叫做賭廳啊 或者賭業人士呢 就是晚上會到處去找下燒業吃 還有下班的 那剛才看到啦 其實很多就是外賣車手啦 我自己有些朋友說他沒東西做啊 都轉了行去做外賣車手的啦 其實剛才這樣幾個位置這樣走呢 都真是人多不多個的呀 那些電單車都拍了上行行路啦 見到那麽多電單車拍在這裏 就是那些人呢 都沒有出街的啦 個個拍好車在家裡啦 那就好 在那邊啊 有個拍的 好看 一鏡就不是 那天啊 也有個拍的 我還好了 對 我還好 有個拍的 好了繼續向前走 見到賭博的店舖也是關門的 除了賭場之外連網上投注都沒有賣的了 其實這區早前想過來 但現在的狀況如果不是真的有特別事 很緊急的事都不會說來這邊 剛剛又有個車手經過了 你看店舖其實都很冷清 這一波這樣下去不知道店舖是怎樣捱的 那這位網友都好勇猛啊 走過去拍照帳 給我就未必夠淡了 給我應該會離到他遠一遠 那近距離看見都拉了封條 現在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這邊也是拉封條 三個了 算在這邊左邊那個 三個五個帳篷在這裡 澳門的密度比較高 澳門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說風的話 很容易就變到剛才那種情況的了 那這裏整條路拉封條 進都不給進去了 整個店舖 整個手 都是刺激的了 關了的了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想知道市房是怎樣的 大家都未必會這樣走 在這都繼續多謝多一次網友 他就這樣走過路過順便拍一拍給我們 如果不是我都沒有這些片可以更新給大家 因為現在這個狀態都蠻歷史性的 希望這些片可以將來留在這裏 大家將來都可以看回現在的澳門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了那這集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